更年期吃什么药条里 如文医生特药专家张恩蒂 西北妇女儿童医院 陕西省妇幼保健院 妇科主人医师 现在就是补充的 就是少量的 这个激素的量 在这一种可控的范围里头 不能说我们自己随便用药 因为就是 只要有这个子宫群在的话 这个次激素过度补充的话 那就是可以引起来 子宫内膜的病变 所以我们必须就军这一种 一种我们现在就有 我们常用的药物 就是提波隆 提波隆它里边还有 此几素 孕几素 凶几素 三种几素 根据在国外的把它 每天一次 每次一片 那我们中国人把它用的量 我们都在临床上相对来减少 我基本上给免诊病人 就是三分之一量 意思就是一片要用三次 每个用上一个轴切 这样去缓解它这些症状 还有一个我们现在有一个 含有瓷孕急速的一个 质品 柯磷蒙了这一类的 可以给它口服 叫它既不来越久 还能缓解它这些临床症状 就是适当地 在军照医族的情况下 适当地补充治疗 我们叫激素补充治疗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